哈囉大家好,這裡是貪婪韭菜 本頻道會分享股票分析心靈成長以及財商知識 希望能夠藉此幫助到大家,讓各位的生活不斷的成長 成功是一件說不清的事情 可能取決於你努力的多少 志願有多少 機運有多少 放棄的多少 還有堅持的多少 那什麼才是成功呢? 學校的教育幫我們鋪設了一條康樁大道 但也給了限制我們的枷鎖 時常在不經意的情況下 把成功的定義設定成掌管多少權力 擁有多少財富 才是這社會的成功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我所認為的成功是由無數個多重標準所建構而成的 什麼是標準呢? 那就是自我標準以及社會標準 沒有人可以逃得過社會的輿論 就在盲目尊從一切看似美好的步伐時 卻忘了自我標準才是真正要過的人生 但是社會標準卻是大部分人的一生 如果把人生譬喻成一場馬拉松 那每個人的起點都不相同 有的甚至天差地遠 有些人一開始看著別人跑越 但跑著跑著,別人就變成站椅的後頭 有些人一開始大步向前 但跑著跑著,卻只能慢下來看著別人超越自己 有些人更是憤恨不平地想著 為何別人總是在他的前面 但有些人從頭到尾都不理會那些情緒 持續地一步一步往前進 然而我們都沒有思考到的 就是這場馬拉松的終點 每個人都不盡相同 也正因為如此 在不同的時間軸裡 過著屬於自己的人生 而有了跑在你前面的人 也有跑在你後頭的人 但是想著 當你看著別人的背影時 回過頭也有很多人在看著你的背影 成功的這條路上 每個人的人生地圖 不盡相同又或者截然不同 你可以允許自己偶爾迷路 但絕不允許自己 複製別人完全相同的人生道路 也不要羨慕別人的人生 真正的生活不是完全的模仿 而是在模仿中看清自己想要的 靜下心來思考適合自己的道路 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 邀請你在成功的地圖中迷路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記得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再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